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财经评论员梁静 梁静好 你好 中国40年减贫8亿人对这样的成绩你怎么看 贫困贫穷不是命中注定 贫困也并非是不可战胜 那么在过去的40年间呢 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减贫人口达到了将近8亿人 占到全球75%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历程最长时间最长规模最大 覆盖人群最多的一场减贫的进程 而且呢这也是中国共产党 向中国人民交出的一份执政杂卷 更是中国向世界亮出的一份减贫成绩单 那么为什么在过去40年间 我们能够做到全球减贫贡献的第一呢 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 这是跟我们的制度优势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到 社会主义制度呢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这是我们最有优势的政治优势 那么我们来细数一下 在过去我们集中力量办了哪些大事 比如说黄文秀这个30岁就牺牲在脱贫一线的第一书记 和他并肩作战的有300万的第一书记 以及驻村干部 他们奋战在精准脱贫的第一线 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像东西部的扶贫协作 以及万企帮万村 还有在这个脱贫攻坚八年期间 中央财政所支出的6601亿元等等 这些呢其实都是举国体制带来的这种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 第二点其实我觉得中国减贫史呢 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史 我之前看到了一位墨西哥的留学生 他曾经关注到中国的一个减评的案例 是甘肃远古堆村 过去啊这个村子穷困潦倒 现在呢却成为远近文明的富裕村 这背后就取决于当地因地制宜进行的这个多元产业的发展 他还有这么一句感慨 他说呀这是一个最有可能被遗忘的偏远地区 但是却没有被中国政府忽视 另外我们在纪录片《无穷之路》里也看到了悬崖村的天见变通图 还有广西贫困生的大学生梦 以及像这个成为网红 并且带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的丁真和四川礼堂 其实这背后所展现出来的 像是产业脱贫 旅游脱贫 电商脱贫 还有绿色脱贫等等 其实都是随着我们经济的稳增长 以及产业的转型升级 所逐渐衍生出来的脱贫的密码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减贫仍然在路上 而且在继续升级 国家呢在未来将会更加提高脱贫地区的内生发展能力 继续促进当地的产业星 人才优文化浓以及生态绿 一起来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梦 可以步步成真 敬强 好谢谢梁静带来的观察 谢谢 对 谢谢 感谢观看